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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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被巅防团官兵严密追捕的两名青年 身份极为特殊 他们正是巅防团的两名战士 狙击手曹宗林和观察手刘小战 秘密身处幽深空 偶尔野生动物发出的鸣叫声 让人有了兴许的恐惧 此时狙击手曹宗林和观察手刘小战 摆出了前来追捕的变方团侦察兵的风险 秘密潜伏在森林之中 他们要在这片原始团队中完成一项特别认识 即使对狙击手来说它是个有利的条件 同时它也是个不利的条件 不利的挑战 有利的条件就是我能够隐藏自己 对吧 我能够潜伏到弥陵深处 我隐藏自己 但不利的条件 我不便于观察设计 我不便于发现目标 狙击手曹宗林和观察手刘小战 摆脱冲锋围队 顺从前途分离 就是要在三个小时内 找到隐藏的这片方圆路式公里 原始分离里的三个特殊目标 并对其实施歼灭 下面五米 加快速 完成 不断两百米 对 速度前进 在几乎无路可走的逆地里 除了行动不变 曹宗林和刘小战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困难 十二名训练有素的边防团侦察队员 也早已进入了这片森林 对他们实施围堵 茫茫临海 曹宗林和刘小战要搜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而这些目标又隐藏在哪里 突然观察手刘小战发现 河对岸的一片树林有些异常 而以常人的眼光实在很难分辨这片丛林有什么不同 由于目标和周围的数目一样 也是绿色 不经过仔细观察 确实很难发现 而曹丛林凭借狙击手特有的敏锐观察力 很快确定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一号目标 然而根据肉眼判断 目标距离曹宗林他们的设计位置 足有几百米 葱林里遮挡物又较多 要想找到合适的拘击位置 着实有些分别 为了便于射击 曹宗林的第一感觉是 靠近目标在时辰之际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 通往目标区域的各个路口 已经被侦察队员封锁 稍不留神就会被捕获 一向行动迅速的曹丛林 此刻也有些迟疑 而此时此刻 在丛林的另外一处 排长朱瑞带领的侦察分队 正在向着曹丛林的方向逼近 行动 从那下 朱瑞是边防团里有名的 从林抓捕当手 对原始森林的地形特点一分熟悉 对他来说 在这里找人 这是时间问题 只要认真排查每一个角落 曹丛林他们迟早的路 距离曹丛林他们完成这次特殊任务 近剩下两个万小时了 来不及过多犹豫 曹丛林终于做出决定 在原地实行聚机 观察者刘晓湛 立即测出目标地距离 距离他来没有 306米 意味着趋极步墙的准星偏离一毫米 设计误差就只有1米 在平地上都属于高的暖度设计 更何况是在事业受限的丛林里 再加上此时山风袭袭 河水的游动也搅动着周边气流 会对弹道产生一定的引起 在树林之中 视线容易被遮挡 而爬上树顶居高临下 视野宽阔 在曹丛林他们平时进行的狙击训练中 也有过在树上狙击的经验 那么曹丛林会选择上树设计吗 曹丛林并没有选择 对机动目标更为稳妥的树上设计 而是执意选择躲在树后的栗子设计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老练的狙击手曹丛林 有着自己的考虑 他明白 树上设计一般在夜晚隐蔽条件较好时 而白天进行树上射击 则容易暴露自身目标 更不利于撤离 他们很容易被围追他们的侦察兵们抓 随着一声枪响 曹丛林精准击中了306米外的目标物 顺利完成了以好目标的狙击任务 然而这次枪响却给他们带来了一连串的眼断 也把曹丛林和刘晓旦逼向了绝境 时间仅剩下两个小时 暴露踪迹的狙击手是否会被侦察分队包抄 在方远60公里的群山中 他们将在右边找剩余的狙击目标 军事机史正在播出 时刻准备着 第六集 枪声响起 一号目标被长工击击 然而这声枪响也暴露了曹丛林和刘晓战的位置 负责追捕他们的侦察分队 快速向这枪响的位置集结 各小组长注意 各小组长注意 迅速向我靠拢 到达我们交汇点 明白明白 仅仅三分钟的时间 侦察分队就到达了刚刚曹丛林和刘晓战所在的位置 但此刻曹丛林他们却已布置综艇 侦察分队拖了可攻 对当对当 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侦察分队通过分析认为 通过曹丛林留下的蛛丝马迹 距离曹丛林和刘晓战被抓捕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事实上 老练的狙击手曹丛林和刘晓战 并没有按照套路急于逃脱 而是冒险隐藏在来 以刚刚所在位置近三十米台外的深沟中 曹丛林平时贵族依旧很多 此刻他认为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 在丛林之中 只要他们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就能躲过这一轮围捕 但是深沟里的蚂蚁和毒虫异常多 此时一些虫子已经爬到曹丛林和刘晓战的身上 他们浑身上下急仰难忍 可是他们也明白 此刻他们一旦忍受不了 稍有走路就有可能暴露 导致自己立刻被抓捕 这种潜伏是对狙击手毅力和耐性的极大考验 尽管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但曹丛林他们也有了意外的收获 迅速严密尾装 二组 一组 三组 迅速站立 把位左右两侧 至高点清楚没有 好 曹丛林在潜伏中 竟然意外窃听到来 追捕他们的侦察兵 下一步针对他们的追捕黄阿姨 我刚刚发现前面有一个小分队在行 现在过不去 那这位过后了 过后 我出去 时间比较近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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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窃听到的情报 曹丛林立刻改变了 其原定的行动方案 决定利用高大树冠的遮蔽 沿着更加隐蔽的低洼深沟 向下一个目标点进发 同时还可以躲过侦察兵的追捕 寻落侦察分队近在支持 声音可以直接传到他们的耳边 狙击手曹丛林和刘小战 此时只能通过手语传递信息 河水流动的声音掩盖了曹丛林他们的脚步声 经过三公里的水中跋涉 刘小战在一个山洞口 有了新的发现 班长 找我所连动方向发现目标 结合地图 观察手刘小战立刻确定了 山洞里毫不吉尔的啤酒瓶 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第二个狙击目标 与一号目标不同的是 这次是由啤酒瓶组成的多个目标屋 这就要求狙击手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多点设计 但是在这个沿洞位置设计定不容易 水不停地流动 石滑的石头让他们很难找到有效支撑点 来维持狙击步枪的换定性 就在曹丛林他们寻找更好支撑点的东西 负责追赴他们的侦察分队 由于在两个制高点守候了很久 也没有发现曹丛林的踪迹 于是排长朱瑞赶紧改变计划 派出一个小组沿着河流搜寻曹丛林 此刻对于曹丛林来说 如果他们不抓紧时间完成射击并紧急撤离 这个细长的石洞很可能让他们成为问洞之鳖 很容易被侦察分队抓到 曹丛林摒弃凝神 五秒钟内三个体制厅被逐一击中 随即他们快速撤离 为了躲避围堵 他们耽误了很长时间 现在距离他们找到最后一个目标 并顺利撤出这片原始森林 仅仅剩下半个小时了 这看似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曹丛林和刘晓战心里自时异常着急 与此同时 曹丛林身处再次传出的枪声 让负责追捕他们的排长朱锐也着急了球 根据枪声传来的风向 触摸发停 狙击手为止 在十一点点的风向 下面我们 朱子队狙击击手 进行 尾部 朱锐有了新的策略 他直接排除了两个小组 在曹丛林他们 有可能逃离的路上 进行潜伏 希望通过前阻后追的方式 一举抓获曹丛林和刘晓战 而此时的曹丛林他们 可没之前那么信任 在穿过一道密林之后 他们突然迷失了方向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曹丛林心急如焚 然而 他却又不得不花时间 重新翻开地图 确定自己的位置 并寻找 深藏在这片原始森林里的 最后一个目标 到这里了 我跟你说 到这里了 你看吧 到这个位置了 这里有个弯弯 山坡这种过来的 弯弯在这个位置 那里是弯进去了 那里是大弯弯进去了 这个点 这条河叫大弯江 塔蜿蜒曲折 穿过山林 是这片原始森林里的标志性地理 经过判断 这串脚印应该是追捕他们的侦察分队留下的 看来侦察分队已经掀起找到了三号目标 而出人意料的是 胆大的曹丛林竟然决定跟着脚印了 这样虽然能节省一些时间找到目标 但是也很有可能进入侦察队员的伏击圈 结果会是怎样呢 距离完成这次特殊行动的最后几点时间 还剩下20分钟 森林里将近40度的高温和复杂的地形 让曹丛林他们 以及负责追捕的侦察分队队员们都耗尽了体力 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两个目标 还有第三个目标 科组长注意严密搜索 注意观察到 此时远在森林外的临时指挥所里 指挥员密切地关注着侦察分队 抓捕曹丛林和刘晓战的行动 还有20分钟 曹丛林他们就会完成行动 逃出原始分离 指挥所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样 已经找到两个目标 还有一个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曹丛林终于在危险的断崖边 发现了他们苦苦寻觅的最后一个目标 可是曹丛林也意识到 他们距离目标仅要20米远 虽然要向击复目标轻而易举 但是只要强盛一响 立即就会被埋伏在周围的侦察队员发现 对狙击手的要求一般都是 在较远的距离上 随行任务 完成任务以后快速地撤离 需要一定的距离做保障 紧急时刻 狙击手曹丛林竟然放下了狙击枪 取出了一种特殊的武器 弩 弩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 一般来说 它比弓的射程更远 杀伤力更强 命中率更高 由于弩在发射时 无声无光无高热 既可以隐蔽射杀目标 又能避免引爆周围毅然易报物品 这些特性使弩在现代反恐 与特种作战场合 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因此在编防团 弩箭射击也成为了曹总领他们 平时训练的重要课目 随着一声轻微的呼啸声 一根弩箭深深地扎在了膀胃上 而这样的距离和这样的力度 足以让一个活人当场毙命 曹总领他们成功完成了 三号目标的射击 此时 距离逃离原始森林的最后时间 还有五分钟 眼看着他们就要完成这次特殊行动了 尽管方刚微笑的母声 没有暴露他们的行踪 但在撤离的情况 曹总领和刘小战 还是调进了侦察分队设计的最后陷阱 回家 在指挥部的大屏幕上 整个狙击以及抓捕行动 都是在指挥员的众路下进行 原来曹总领他们的特殊行动 实际上是由边防团特意组织的 针对丛林狙击距离较近 视野受限 撤离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模拟实际条件进行的 丛林狙击训练 边研究边探索 解决这些和刻苦的狙击手 不便于观察射击和撤离的问题 最终的胜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训练过程中 狙击组和侦察分队都增加了 雨林作战的经验 为了能够在地形复杂的雨林中 更快 更坠 更隐蔽的实施狙击作战 他们的训练仍在继续 相信不久后 这些年轻的战士们 一定能够走入营和平地 为进一步守护好祝国边境的安宁 奉献给自己更大胆的力量 养兵前日能打仗 用兵一时打胜仗 造谣训练场 护制军兵重 放大精卫部队列军系统 见证全军官兵战斗意志 进口的一线作战部队 也续围绕的系列部队 实陆处备着 军事记事栏目 下期播出第七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